長美食 看到是寧夏夜市特有的千歲宴 小吃變成十元份半桌菜 免排隊人幾人一次吃到高達二十 到的夜市美食 但現在物價上漲了 十二月開始從每桌三千五調漲成四千元 新鮮肥美 鵝仔仔濃郁又鮮甜 生潮魷魚豐富配料滿滿海味 還有香煎鳥蛋 炸雞翅 滷肉飯 所有夜市小吃不用分攤買 千歲宴一次就能吃到尾 二十多道菜一網打盡 寧夏夜市結合攤商 以臺灣半桌概念推出千歲宴 同班小吃經濟吃 但今年擋不了通膨壓力 確定漲價了 這個桌就像一個美食品見惠 總共我們十二年來已經演進到 二十二種跟豐富 那加上我們一些營運的成本 當然是物價的壓力會有 敵不過漲聲響十二月開始千歲宴調整菜單 每桌也從三千五百元變成四千元 漲幅約一點四成 畢竟原料真的漲很兇 業者說近五年像是沙拉油 就從四百塊漲到一千七百元 而阿美台金八十元飆到兩百三 原先四百元的地瓜粉也翻倍來到九百塊 漲得太厲害了 什麼都漲沒有一樣不漲 千歲宴不得不調漲 不過十人份算下來一人只要四百元 平均每道菜花十八塊就吃得到 還是超划算 就蠻划算的吧 然後可以吃到很多種夜市小吃 如果說都可以吃到的話 我覺得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防疫鬆綁夜市備戰拼復甦 要在高物價時代中 持續抓住小資族的胃 接著王家慶張氏則 著作為著台北才報到